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数 较昨天多约两千例 那增加10.2% 那较上周日也多了九百多例 增加4.5% 确诊数下降速度缓慢 七号境外一路新增两百七十三例 本土确诊数也回到两万多例 死亡不幸增加四十二人 中重症的八十七任中 年纪最轻的是一位两岁女童 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打过疫苗 确诊一个月后出现呕吐腹泻和咳嗽 被诊断为MIS-C 给予免疫球蛋白治疗中 疫情还在控制之内 但国内已经出现第三例 境外入的喉痘病例 有医师引述意大利研究发现 喉痘除了透过皮肤病造传染 也能透过性行为直接传染 其实喉痘病毒的话 它可以在基因里面存留 大概超过十九天 那它从它研究里面 第十九天里面 它的CT值也还有到四十左右 那我们大概知道 CT值四十的话 它其实还有具有传播能力 不过医师提醒 如果接触到病患未洗的 被单毛巾等 连小小孩都可能感染喉痘 所以卫生习惯一定要注意 而随着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也宣布 八月八号起 允许转机乘客到出境区后机 淘机统计截至七月底 淘机转机运量已经高达八点八万人 开放转机客再出境区购物和用餐 有助于提升转机作业效率 争取中转旅客商机 相关政策也会是疫情 滚动式调整 华视频方言请张道勇 台北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